總教練你們現在有初步的想法呢? 有 我們也是從總教練這邊我跟Phil開始討論 我們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我們想要從頭這個總教練帶給 這個球隊就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文化 包含訓練上面 包含recovery 我們都是希望從國外的一些概念 可以把它帶進來台灣 那我們現在在面試的一些 應該蠻有機會談的 就是他是在美國NBA有經驗的一個總教練 是老教徒還是年輕的? 他是在美國當過助理教練在NBA的 那現在他在亞洲也有一些經驗 所以我們覺得他很適合 可以來台灣當我們一個總教練角色 那另外一個講到球員也是關鍵 球員有在接觸了嗎? 球員有 可是因為現在球員就是很搶手 所以我們當然就是 我們當然今天不能講 可是我們都有在接觸 那希望我們跟他們溝通也是說 這個平台現在是 我希望你們可以好好的珍惜 那不只是說打籃球 可是我們會為你規劃的東西 是超越這次籃球上的一個package 對於洋將 你自己有沒有設定 洋將這邊 其實我覺得現在籃球也不一樣 現在籃球一直在改變 所以現在不管是4號5號的洋將 我們希望他是可以投籃的 他也可以 當然可以防守 可以抓籃板 也可以帶球 這讓整個 你講的是LaBron James嗎? 沒有 現在就算美國洋將 他們4、5號都有在轉型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 他們不是只是 像以前傳統 只要在low post裡面打 我們希望他是 我們都可以5個5號 都可以投 都可以過 然後搶籃板全部都可以發動 所以這個 我們現在在找的 洋將都是以這個條件去找 你會因為現在這個 四支球隊 以他們的隊型來去找洋將嗎? 有考慮 因為 有聽到一些球隊最近簽的 那也會說 是不是有需要有一個k 去頂到這幾個洋將嗎? 可是 我覺得也不一定 因為這個是比較被動 就是說 我要去 我排上場 是要去守他們 但如果反過來是說 我排上來的 他們要怎麼守我們 所以我的概念是說 我不一定是要 一個一個match 可是我們最好的陣容 可以打出一個團隊的籃球 這是我想要找的一些球員 希望大家就是很安全的 然後我們一起 在台灣一起 過這一波這個疫情 好 謝謝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